在今年第一季度中,瑞姆营收比去年同期下滑了43%。瑞姆上个月宣布,该公司的季度亏损达到了每股37美分,同时还宣布将裁减5000名员工。 瑞姆行政总裁海因斯称,这项举措对于公司重组来说是必要之举。 她表示,瑞姆正致力于重整公司架构,包括裁减管理层、外判维修业务,以及重新部署营销及销售业务。 此外,在上一季度中,瑞姆黑莓手机的出货量也比去年同期下滑了41%。 虽然最近以来正面临着混乱形势,但海因斯期望,黑莓新型号Blackberry 10手机将可以给这家公司带来更多生命力。 预计这种手机将在2013年第一季度中面试。 目前,瑞姆的股价正在接近于多年低点的每股7.48美元水平附近徘徊。